她自己沒有回到大學 但她成就做了我們讀最好 完成自己的心願 下一輩子我都要繼續做她的家人 當然是簡直她的心好像是粉碎了 我想過去那幾天除了沒有睡覺 我不相信這件事情 我每次走進病房 看著妹妹的心跳儀器 呼吸儀器的指數 每一秒鐘是釘著你 都一聲整個人是震了 因為醫生是說她隨時可以不在 而叫我們做最壞最壞的打算 話語樂壇天后李文 昨晚突然經傳死訊 她的姐姐李思琳在社家網被同一告 透露妹妹患有抑鬱症 長期飽受病魔折磨 追著病情始終惡化 李文於7月2號在家中輕生不幸離世 終年48歲 這個消息可謂震驚娛圈 無數歌迷得知惡號之後 都無法接受 身邊的圈中好友更難以資訊 李思琳接受傳媒電話訪問時透露 最先是媽媽發現妹妹在家裡昏迷 於是立刻報警求助 以及聯絡其他家人 他們將李文緊急送往馬利醫院進行搶救 當時李文已經失去意識 處於昏迷 隨後醫生也證實她的腦細胞已經死亡 並直言keep住都無用 勸家屬放棄 為86歲的媽媽始終不肯放棄 仍然堅持繼續搶救